北京时间8月19日晚,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,在格罗拉彭卡诺史上中心结束了游泳大,向第一个决赛项目女子1500米自由泳争夺,中国选手发挥出色。 包拉金银牌,王剑佳以15分53秒68获得冠军,丽兵杰以15分53秒80获得亚军,日本选手小枯波加以16分18秒31获得第三名,由于能力比其他选手高太多,比赛一开始,焦点就集中在两位中国选手,丽兵杰和王剑佳身上,比零而游的两人上来也就缠在一起。 100米礼兵杰用15分59秒66,领先光线0.03秒,接下去礼兵杰一直保持微弱领先,200米用12分03秒13,领先光线0.27秒,300米3分07秒39,领先0.26秒,400米4分11秒56,领先0.23秒,500米5分15秒61,领先0.24秒。 600米用16分19秒63,领先0.17秒,700米7分23秒67,领先0.08秒,750米半成李兵杰用17分55秒56,关键变化随即发生,王剑在800米用18分27秒57,半超李兵杰0.11秒,随后王剑开始加速。 900米10,王剑用19分31秒02,已经领先李兵杰整1秒,1000米10,王剑用10分34秒63,领兵杰已经在2秒开外,王剑在1100米用11分38秒88, 1200米用12分43秒37,领兵杰此时差距3秒47,最后300米争夺开始,王剑加和继续加速冲击,1300米用13分48秒23, 1400米用14分53秒04,开始最后100米冲刺,王剑加和朝着15分52秒87的亚洲记录全力出击,但此时全面出现,李兵杰杀了上来,1450米李兵杰只落后王剑加和0.86秒,最后决战开始, 两人并驾齐驱,并以肉眼,难以分辨,的状况,几乎同时到达终点,最终是王剑加和以15分53秒68获得冠军,和全国冠军赛事一样,再次和新亚洲记录擦肩而过,而李兵杰后来居上,以15分53秒80获得亚军。